面对善于打逆风战局的张安达 中国一哥 丁俊辉 多少有点不讲武德 明明可以一干制胜 却愣是送出机会 让张安达燃起翻盘的希望 炸球的效果很好 谁能想到 最后的制胜局 却打得那么低绝情 人家打载 也就失误一次而已 就被丁俊辉 狠狠摁在地上拨擦了 持故呢 有可能角度缩小一点 其实 在天王山的第四局 丁俊辉 其实就上演过一分 绝杀逆转战局的精彩大戏 然后带着三比一的大比分 领先结束上半场 之前我们看的那二号台是 而下半场回来后 丁俊辉不仅仅继续保持着 很好进攻手感 应该只要顺利的把 黑球左下 靠上 这三大球处理好 就超分了 在防守端 也同样可圈可点 51 今天的临晨三点没有火箭比赛 52 火箭的半决赛是在 21号的凌晨三点 潮温就没有任何难度了 58 底干左上 59 看来 丁俊辉对于半决赛与奥沙利文的相遇 同样也是渴望无比 太小声鼓掌 边谷就没吹到 果然 带住张安达的一次失误后 再次上手的丁俊辉 炸裂无比的 轰出单单73分 以75比15 又拿下一局 总比分4比1 面对老大哥手握赛点优势 哪怕已经在世界第三 小钢炮艾伦身上 实现过一次奇迹反杀的打载 这一次 本来也没抱太多希望的 特别是在这关键第六局 丁俊辉 又获得率先开火 别再走了 错 这已经都是在极限上了 嗯 但第一位是最想降到 还是可以就右凑这球 看下分球摆的位置 是把这球挡了 黑球右凑 红球还是够近的 谢谢 11 刚才也看了粉球 能不能叫 有叫就直接叫粉球 做K球 所有人都以为 炸球的效果很好 面对自己熟悉老哥 这么客气 张安达必须拿出 自己最强实力 上手 这有点差 看这个戴口 红球能不能直接打到进去 要传的话 这个红球离戴口 还不是在阵中间 打篮球也好 打黑球也好 出错呢 基本上会是一个大错 12 12 丁佑哥张安达的胜者 是对火箭 半决赛对火箭 19 1月21号就是后天的凌晨 脚步不够直 27 33 这一会儿才刚刚把这脚位 稍微打舒服 40 一比次落后 手上有点紧也正常 不应该是会打得这么辛苦的 45 其实要确定好 粉条左色红球是弹调中的 还是右下底下有可以叫 关系 54 61 62 确定漂亮 青苔能破版 打黑球青苔100 打粉条青苔101 就直接轰出 单单101分 成功扳回一局 正当他意气风发 要疯狂追击时 看黑球有没有进 想拼左侧这球 这第七局 张安达一上来 就出现进攻失误 往 扎球 正真微 往 出发速度还是不够快 低打转了 是不是 大约 我们是 说过那种短制屏呢 刚才有一个 点击 在自己的这个训练基地里 单手打过一个 单手啊 打过这样一个低感 清了一点 这个是不是可以看到刚好进球点厚了 返环丁俊辉上手机会 厚了一点 这个球高端打了 黑球角度可能会走得比较大 这个没办法 这持固呢 有可能角度缩小一点 有粉条还不错 然后走到右侧看看学哪颗 下边 觉得这个黑球不是很好 角度不出很好角度或距离 粉条还可以挑 50 听他这儿也挺难受的 50 可丁俊辉多少优点 很新啊 这一次他完全不给机会啊 22 那中间这个红条就稍微叫向下多一点都没事的 直接就红出单杆74分 30 这会儿看是看粉条体的右侧体大高高 角度较的有点大 走回就不好控 这个第一回来说就不顺乱了啊 他这脚位你看都是要强 线路就压着这贴着红柱 要不像把这脚位距离一样 就叫的特别近 这个位置落点呢 就要叫的更进去 现在又是有45分 达两个红超分 高手架 最终76比8锁定胜局 以总比分5比2取胜 成功晋级半决赛 将与奥沙利文又一次胜利大会师 66 好比赛结束了 两场比赛的对阵 和曹与鹏先打 到后天的凌晨三点 就是丁俊辉对阵火箭 一个开轮 所以你难怪赛后打载 拉着辉哥的小手 一直唠嗑个不平 74 丁俊辉对 丁俊辉对